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胡子老弟 然后两钢子肉啊 两个 两个 那个囊有没有 囊多大囊 冲囊吗 这就是钢子肉啊 嗯 他放的这个呢就是辣子皮啊 冲刺 你看他这烤肉用的都是这个木头啊 用木头烤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萨尔县的隐其开村 那么萨尔县的这个美食呢 除了这个海螺的这个抓饭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古德巴的这个南克肉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萨尔县的钢子肉了 因为这个肉呢是已经这个煮熟了 所以说 呃 现在就是加点调料 然后加温就行了 往往最好吃的美食呢 都是用最简单的食材 把这个肉和汤进行分离 然后撒上均匀的盐 馕也来了 这个在新疆吃饭呢 都是大家伙围坐在这个外面 路边的这个摊子上 把这个馕呢放到这个汤里面啊 这样子才是地道的 有没有一种羊肉泡馍的感觉 但是呢这不是啊 这是钢子肉泡馕 等这个汤汁完全浸泡住这个馕以后啊 然后再去吃它 那么这个味道呢就会更好了 你看 这钢子肉为啥好吃呢 你看啊 它这个肉啊 从早上一直炖炖炖炖 炖了不知道多久了 所以这个肉呢 非常性的 包括这个羊鸡尖啊 也是啊 非常的 这就是一种羊鸡尖啊 这就是能完全浸泡这个汤汁的这个最终的效果啊 由于这个是自己盘子里面的肉 所以就直接用手抓就可以了 是不是地道的手抓肉 嗯 这钢子肉啊 还可以当成这个早餐吃 早上吃一碗钢子肉 然后来上两块囊 哎 这个日子啊 真的是 充实的一天 囊我们现在吃完了 现在就要开始 对这个一钢子的精华开始下手啊 这羊骨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上面 看到没有 骨髓油呀 羊油呀 厚厚一层 哎 所谓一身精华 汇于一汤嘛 OK 这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哎 就是一个钢子肉15块钱 嗯 里面大概有多少多少克的肉 成了没有 那里面的骨头有多少 里面骨头 400克有没有 500克有了 有 嗯 嗯 一共呢 32块钱 这里面的肉呢 老板说呢 有这个500多克啊 至少有500多克的带骨肉